迷你會客室 今天有公幹 拍攝 已經身在另一個地方 在聽我們的節目 又是很多聽眾聽的地區 也可以即時聽到 我們這個五夜風靈的節目的地區 你說他今晚會不會打電話下來 葉大師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希望他就會 希望打得通 希望 今晚有沒有節目 有沒有獎品 當然是有 也來不開 葉明君大師 所送出來的精品的書籍 亦都是有新九記 送出來的20塊錢 他的地址就在 Vicherman No.3 就夾Cookley OK 講完了 講完了 兩份獎品很重要 是不是 有吃有看 當然 一邊吃雲梯麵 一邊看做那款東西 吃多一點 應該多吃一碗 生意做多一點 今晚我們很開心 很感謝我們工程部的同事 幫我們走 調一調這個位置 讓我們做得沒那麼辛苦 全身姿態出現了 我們的工程室 其實這件事 我們也要多謝聽眾朋友的 一些鼓勵 提示 有些聽眾朋友 就打電話上來 跟我們的工作人員說 亦都說 你們的節目很多時候發覺 你們是不是偏心 來來去去 梁思偉的聲音 和葉大師的聲音 就聽得很清楚 很多時候 日本仔 黎大師 和杜港姓的聲音 都很一般 對 其實我認為 黎大師的聲音都OK 是我和杜港姓的聲音 原因 你知道嗎 杜港姓先生 高大威猛 身材大健 他經常一說 一說 我就自然 那張椅子就移到後面 跟我說的時候 就細聲了 我威收不到 收不到 你說完了嗎 你說完了 真的 過了半個小時 都未到我出聲 快到1點半 當然 那讓你先說 今天亞石會 參加春銘 春銘 這時候春銘 好厲害 他都說 有心不怕 你知不知道 我們的杜先生是什麼 高大威猛 新時代電視 公關大員 你不開玩笑嗎 真是的 真壞 都是這個位置 去亞石會 有沒有撿到一些零食 去到那時候 就說 那些 在那裡參加一些來賓 其中 他的太太說 你恩賜 可不可以說得 沒那麼恐怖 讓我聽得完 其實我們的解釋 不是說 我們說得恐怖 而是說 那個故事實在是這樣發生 真實性是這樣 是了 就不是恐怖 根本是 是不是 如果真是害怕你 又怎樣 我關機 你關機 你真是愛護我們那個台 他說 你沒有轉台 那麽好 我關機 然後就過5分鐘再開 醒醒神 醒神 尤其是 我上次剛才講到 一位太太 她就講到 哪一隻其中 我當我很多隻都關機 每晚我都起碼 一兩次機 他說 他說 你講一隻 就是那隻 那隻 綠色的小孩那一隻 心都跳出來 對 因為他自己住Basement 其實我做這樣的節目 我覺得最真實性和最恐怖的 都是杜港聖的親戚那一隻 尤其是由杜港聖自己說 那個感情真厲害得不得了 我自己都張開眼睛 張開眼睛看著杜港聖說故事出來 後來我就回家 然後打電話給我 那個人就是我的親戚 那個人就是我的小妹 他說 阿哥 他說 為什麼你不說到更加真實 我說 阿哥 還有更加真實 對 他說 阿哥 我說 阿妹 我不能夠說完 為什麼 因為他進去那個急診室的時候 整個台子進去的時候 我妹妹叫我 他說 阿哥 你答應我 不要把這件事說出來 因為我知道她為什麼 因為那個樣子太恐怖 原來我妹妹就說 阿哥 你不怕了 今天你說出來說 阿哥 因為他現在好很多 我妹夫的時候 跌倒的樣子是怎樣 或者這樣 可能很多聽眾朋友 就上一兩次是漏漏了 漏了 現在你簡略 簡略說 然後你就再補充那些 更加恐怖 更加真實的東西出來 好不好 先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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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 如果你的心跳得快 或者覺得自己承受壓力的能量 不是那麽高的時候 細心跳開 快細心點 一就是找人陪同 小朋友就找家長培養 新潛情成熟的就是家長指導 因為以下來這個故事發生了 真人真智的一個人 同港姓一個親戚的身份 是他親歷其境的 是他親旦看到現時的情況 不過我們先跟他說一下 家庭道港姓 我很少他們說的那些故事 我不會說很少同宗插口 我不會的 你叫他那些聖徒撒死人家罵我 是日本人的派佬 你讓他講完可以嗎 你也要閉閉他 你可否再控制一下他 他會拿著麥克風不給他術聲 有個口罩 不用了 好 開始了同港姓先生 這件事經常發生在五年前 我的妹夫 我妹妹說你不怕說出來 這個是一個他的見證 親歷其境的現役 他見完那時 他那時候在那個急診室 他告訴我叫我不要說 所以我現在發生 盧先生你要解釋 事情發生 事情發生就是 我妹夫是做冷氣的 他在冷氣工程 很多時候人們把冷氣機 就放在屋頂的壓庭 就是屋頂那裡 因為在那裡最不左 那裡散熱又可以被他散出去 我妹夫是做這個工程 有一次他在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就是說中間有個大洞 就是被一些樓梯上落的 這個大洞的話 應該來說 就有些木頭圍著它 封住它 但是那個工程做得不好 那些人沒有用木封 那我妹夫在樓上一路下來 他在第三層 第三層 他一路下來的時候 就插錯它 在上面到頭中 頭落地整個插了下去 因為就看回他的傷痕那些東西 是刀頭插下去 那裡的位置上來 就有二十尺那麼高 而他一下子撞到那個位置 就剛剛有大堆的石屎的戰端 我們知道 那些人噴石屎的時候 當然噴到最後有靜的 那有靜的時候 就是這樣 噴一聲 就這樣 扔了到菲士文 那個位置 就正如剛才黎大師所說 好像山丘那樣 最頂那裡 全部都是石仔尖的 頭插下去 就像刀刺下去 整個刀刺下去 整個刀刺下去 爆開了 那一下插下去之後 大家都不知道 他就即場暈倒了 他們那些人覺得奇怪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有兩個人 在車房那裡做事 他們只聽見一件事 那時候還在下雨 但是還聽見一種聲音 嘩 嘩 他們奇怪 走進去看 人影都不見一張 為什麼 他跌了到菲士文 鬼看到了 於是走回去車房 於是做了十幾分鐘 他們那些工人說 又聽見聲音 於是這次說 他們走進去看 他們以為有東西 因為那時候已經 比較晚一點 更忘分 所以大家來講 就漸漸驚驚地拿著電筒去照 一照 就發覺 在一個菲士文 那個洞的最底那裡 睡了來講 我的親戚 你的妹夫 我的妹夫 整個頭圍著他 全部都是血來的 他們一看見這個形勢 就淡淡走來 一看完之後 就打電話 接著來講 那雙車就來到 然後我就車了去 那時候去到醫院 才通知我 因為看到銀包 裡面有證件 通知我 我馬上請我妹妹去到醫院 去到醫院 那時候 醫生就不准我們 看他的母夫 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沒有人 跟他清潔好 到最後清潔好外體 都嚇死我們 你說未清潔好 那時候 原來真的 我一輩子 沒見過 什麼叫七孔流血 原來世界上 真是七孔流血 你知道哪一輩子 日本人 兩個鼻孔 兩隻眼 一個口 兩隻耳 二四六七 對 耳朵又出血 眼又出血 鼻又出血 口又出血 厲害 而且在鼻子裡 所流出來的 不僅是血 原來 是老張 是老張 你說多可怕 因為 那個腦 和鼻子之間 有個骨 隔著 現在 一個跌下來 這麼厲害 鼻子和 腦之間的骨 跌到 整個裂了 抹開了 那些老張在那裏 在那裏 因為頭插下去的時候 壓力 在頭一來的時候 一裂了 腦骨 它就是鼻子的飄出來 這麼可怕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那隻眼 就不能抹開 因為腫得厲害 整隻眼睛 兩隻眼睛 突出來了 就加上 後面的後腦 那個枕頭上面 一劈都是老張 這麼可怕 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下 就應該沒有 醫生說 他說生存的機會 25% 75%是不行的 對 75%是死的 就幾乎 要做的事 就叫我們跟他做 我要求 跟他寧洗 因為我是天主教 他不是天主教 就跟他寧洗 接著來講 他做了五個小時的手術 然後醫生出來的時候 我問醫生的形勢如何 他說好像雞蛋 在二十呎 那裡跌到地下 他說你可以想想 他的腦會變成怎樣 分界 分界 接著來講 醫生說 你們所做的 你們就是做你的事 我記得我妹妹那時候 呼天搶地 當然 這件事 因為他就說 我們都沒有做壞事 我們新來加拿大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收場 後來一直 他竟然間 復原 而且復原了之後 就一直更變好 到最後 我們告訴那個 多謝那個主診醫生 那個Dr.Durity 和Dr.Ratakoff 這兩位是很出名的醫生 我們說很多謝他醫好他 其中 Dr.Durity 是北美洲出名的老科醫生 那個是黑人的大肥佬 他告訴我們 他說 他應該是死的 他說 他為什麼要生存呢 不是因為我們 他說 因為你所祈求的 幫了你 沒錯 其實有時發覺 人 我們撇開了 不要說靈界的故事 也有時說 我覺得 冥冥之中 不是我們有什麼宗教信仰 我們不是說 你是哪個宗教 我覺得這件事最重要是 有一個信心 信心這件事 在現在這個科學裏面 是存在了的 譬如說 當你有一個朋友 或者有一個親人 當他遇到問題的時候 如果能夠 將他身邊的所有朋友 親戚一起集中我們的力量 我們一起給他信心 他一起去鼓勵他 一起去支持他的時候 在很多的例子裏面 會看得到 就是那個患者 或者那個病人 他的傳遇的機會 是大很多 如果一個人 假使之間 他的信心是失去了的時候 他的意志力 所謂沉下去的時候 是可以說的 他就算有什麼靈藥 他所謂的 醫治好的機會都是低一點的 很多時候有些人說 會有些情況 或奇蹟 或者有很多 很多的解釋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問題上我覺得 一件事 起碼病者本身 亦都一樣要有信心 其次就是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亦都一樣要有信心 在這樣的情況 相關齊下之下 可能會有些異常不道 我們認為是奇蹟的東西出生 即是誕生出來 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不只是天主教 我覺得基督教的朋友也好 回教的朋友也好 佛教的朋友也好 佛教的朋友也好 只要他們是精神所至 一樣金石為開 這是當然的 因為我覺得宗教的力量 那種凝聚力和宗教的力量 是不可思議的 對 沒錯 杜光信又說補充 家冊內容的真正 你剛才說了 七孔流血 還有枕頭後面都是老張的 你想想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日本仔 你本身當過警察 你就會很見到 但可能你未必一定 我自己也都 親眼在我很小時候 有一次的經驗 看到一個車禍 我一輩子 你問我 我是很大膽的 有兩件事令到我現在的腦子 都是很害怕 有個陰影 不是陰影我又不害怕 但我又覺得 是很恐怖 是 一次就是在一單交通以外 就在一輛巴士 將一個走過馬路的路人 撞死 撞死之後 而即時現場 那些警方 那些所謂五座修煉的工人 他不會這麼快 那些誤工 他不會馬上 還要警方在這裡做些事情的時候 你看到地上那些事情的時候 我又好奇 又小時候又八卦 隨便看 看到之後 想吐 有很多人即時 真的吐 說不見了一隻 是哭 是很恐怖 另外 我又有一次 是沒辦法 就是自己白厭 就看著 一個人在那裡 在一個 大約是五層樓高的招牌 是 接著 接著 很近一個距離 跟我那時候 小時候生活的地方 即那個店鋪 那個店鋪 每個人都在看 想著他不會跳的 就是每個人看著他看 希望他不會跳的 人就是這麼壞 我覺得很恐怖 就是每個人都在看著 但是下面是束手無策 那時候 那些又沒有人在拉救生網 又沒有人拉 拉不接 只是在看 即連那些小房 還沒來的 還沒來的 那他走出來 搖一搖一搖 接著沒有去就 跳下來 跳下來 就是親戚應聲到 一聲 接著看那些人 哇 男女女都有一些 有些大膽的 沒事了 有些人哭了 雞飛狗走 即自從我看過這兩次 這樣的情況之後 我就覺得人 其實很脆弱的 人的虛體 當你承受了某一種 發生了某些意外的時候 你會覺得 所謂說 你也是覺得 哇 以為平時人很討厭 很堅強 很堅定 但是當你發生了這些意外 或者發生了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也是一種很像 紙紮公仔 沒有了 你講起這件事 我又記起 我以前在收音機講過 就是說 那時候我們在香港拍戲 我和陸叔 就是大家的拍檔 你知道我們租的那些警車 那些道具車 最接近當然是回到廣播島 你永遠的地位都在廣播島出發 去哪裏都是 我們租了以前在翁美寧死的那個 那個 那條墨集畫路直衝 直衝那裏 那座大廈 那座大廈 租了一個車位 租了一個車位 我真的很佩服陸叔 他真是樣無其事 這件事怎麼發生呢 就是我和他們兩個在抹車 就把那個警車 預備出發 突然間 因為我們租的車位就是露天的 露天的 露天上面有些膠縫 那些縫頂 來建好 就用來遮掩 遮掩 等等 真的不夠我們半尺位 砰 一聲跌跳了一個人下來 跌跌穿了一個瓦頂 那些膠頂來的 我頭踏不出來 沒有 身就剛剛在架那裏 就吊著 那條腰當然斷了 摔著摔著 原來後來我們知道 就是七十幾歲的中醫 我們在這裏抹車 我眼睛都光了 阿奴叔說 打電話吧 日本仔 他都知道 沒問題 又會不會被他見慣了 我不知道 因為他可能 當不太久 當不太久 真的見慣了 我眼睛都光了 他還說 日本仔 他還沒打電話 他很自由治療 繼續去抓那個人 又不能抓他 因為不知道 一扶他下來 怕他另外一些斷 或者什麼事情 最多就是 把老闆的警車移動出來 我們 真的厲害 有沒有問問 各位中醫想不想吃煙 沒有 甚至就好像 那間柯座大廈 其實是挺猛的 是啊 我們都看過 因為那次 佣明住那裏 匪姐和秋姐都住 是啊 在四樓都不知三樓 都是那層來的 不是 隔壁那層 都是前面那裏 都是那一座 但是他們就面向停車場那邊 是啊 他們就變 對正馬路 對正馬路 那間屋 我們都已經跟匪姐說過了 他後面 他買了三間 但是他就打通了前面那兩間 後面那一間 他又不敢打通 他來做練舞室 但是那間屋 原來整天 他們都看到練舞室 在練舞室裡 就看到練舞有跳舞 在那跳舞 是 他俗正那間房間 整間屋都是 玻璃的 全部都是玻璃的 但是他晚上就聽到人在跳舞 是啊 他就不說 那時候我小時候讀過那間 叫做香港仔工業學校 以前是日本仔的軍營 很多時候 你說那兒 有個仔工業學校 那裏很厲害 那裏很厲害 但我沒見過 但有些舊同學見過 有一晚 我去洗手間 因為 洗手間不是黏著的 要走那條冷行去到山邊 那裏 通常他們那裏 就是為了避免那種味道 把廁所特別 弄得軟一點 沒錯 去到那裏 就不像 那裏 那裏 整天都害怕 怕怕 怕怕怕 因為那些廁所門 不是很關門的 大家通風 一路去洗手間 底部都不通 底部都不通 是兩邊的風 不斷扯來扯去 去完之後 一轉著面 嚇了一跳 有個白色的衣服 站在我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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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我後面 嚇到我 嚇到我 原來是一位神父 他說 晚上那些神父 就秦了房間 他就說 要確定那些小孩子 第一是有蓋被 第二是不要弄傷了 剛剛秦到我後面 那天我轉著面 就被他嚇了一跳 第一次 但他在其他同學那裏 他說 直接你見到 那些日本仔 他兩三個 晚上會操過 可能那時候 我時分都高 只見到一位 我們以前的神父 可能神父來了 他們那些沒有出來 對 其實說到軍營 昨晚我們 輔助警察會 開會 我們每個月 都有一個聚會 大家出來聊聊天 我有一位師兄 他說 日本仔 你做《1470》的節目 很緊張 很動聽 我說是 多謝你們 提供給我們 他說 他昨晚 給了一個故事 在香港 香港尖沙咀 有一個叫做 七咸營 七咸營 他 刷了 他在1970年代 那時候 已經是首尖沙咀 他說 凡是以前 我們70年代 當時我們是走單筆 沒有說拍拖 就是第一個人走 是一個人走 沒有媽筆 也沒有小路撲 那些東西 只是說 你自己 拿著電筒 你自己去搞定 就是被人鼓頸 而且我們 做輔助警察 我們二奶姐 人家拿一支 點三八 一蟆雞就射出去 我們不是的 我們就是 點三八 就是用咬的 我們叫咬鈴 就是用咬 把槍在中間 咬開兩腳 但是沒有 普通的那些 左鱗就是 插一個鱗出來 入子彈 打橫出 我們二奶姐那些 比較有力 而且又給點三八 又大支 槍那個鈴就大 又沒有力 那你又說 凡是一出更 因為七咸營那裏 我聽過那位師兄說 那裏以前 真是日本仔 殺人的 在那裡殺人的集中地 就是屠房 屠房 是啊 你知道 根本當差就是一個正氣 應該就是 完全不會說 黃菲 因為那頂帽子 有一個黃菇 有一個黃菇 照著 但是自從 就有一個新仔 他就不知道 剛才我都說 就說 行單必 行單必 那裏已經拆了 空無一人 因為它是政府的地方 就一定是要擺一本簽簽的 如果是稍為是年紀的 長一點 或者當警察 都知道 就一定去那裏簽簽簽 就要找隔壁 那裏那裏 那裏就在一起 寧願請他喝茶 原因就是 那裏發生的故事實在太多 大家都不會說出來 有一次有個新仔 他就不知道 他就派到那裏叫他簽簽簽 那他就私人去簽 他拿一支筆簽的時候 他說回來警察說 說到他要求上級 要調去第二個環頭 不想搜那個尖沙咀區 他說他簽簽親眼 真的見過一隊的日本仔在操 有聲有色 見到一隊日本的軍隊操 聽到腳步聲 聽到鼻香 在那裏 在那裏 左右左 左右左 那自從他回來講了之後 所有很多年長那裏 跟著 就個個都要求 寧願請偏奸的沙咀 就去吃宵夜 請吃飯 不要騙他簽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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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就放下一個箱子,地都不用下 他說真的很恐怖,而且不僅是一隊日本軍隊粗和腳步聲 他說有很多女人在哭聲,全部都是女人,沒有男人 是哭聲,是很清晰的,不是只有一個新人聽過 以前在手指蝦那些人不說,無謂說這些 但是那個新人不知道,還不快來警察官說 每個人都要理一原因,大家就把心聲說出來 後來警察知道,就說不如用巡邏車去簽那本保護局 你說真厲害 你說了日本人,後來現在說做了什麼大廈 不是,是尖沙咀中心和帝國中心 現在是軍營路 所以任何人看風水都說那兩棟大廈不好 所以到現在都是,整個尖沙咀都很安靜 沒有什麼人煙,做什麼生意都不行 都不行,他說近是火車站那裡 沒有到火車站,其實是火車軌 是火車軌,他說 剛才是火車軌經過那個位置 因為如果做火車站,到中樓那邊就好一點 如果到火車站,變成新世界酒店和麗晶酒店 那邊就好一點 那邊比較好一點 但是轉彎位轉過來,剛剛在正... 那邊大包米那邊,會不會... 大包米再前一點 再前一點 如果你到大包米外面,已經是海邊 其實剛剛跌到那邊那邊 對 你說日本人的軍隊,我親眼聽見那個特約 你知道,我們搬到兆治不是很久的時候 因為我... 青水灣片場 對,在兆治不是很久的時候 搬到去不是很久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就是... 有一個特約演員,你知道我們下了大巴之後 就跟著走那邊斜路上去 是,要上回去 通常特約演員沒有症,好像以前... 就進不了停車場 以前進不了停車場,搭不到升降機上去 就要走那邊斜路上去 半腦那邊進去 就經過那個承流,我們拍很多幕片 工程 我們都叫做 那個承流曾經 最近也有一個道具,一個跌了來跌死了 是嗎? 是啊,道具跌了來跌死了 是兩年前的事,就是那個位置 有一次,你知道特約演員 很多時候是半夜生隔 我們的廠是收... 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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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特約是十點多小時才進來 特約演員可能是一場的燃氣 有一次他下車後他就不走 本來正常他們很多時候就想著進去上電梯上去 但是他們想著走這邊 就是一個人斬斷了那麼多時間,繞一圈 然後他就在一個天氣熱 然後繩樓他就在一個村角,走回到一廠那邊 走到繩樓他就看到一隊日本兵在那裡 很清楚地操作他的繩樓 然後走回到化妝間,然後問人 今晚... 今晚... 現在全部都沒有人... 沒有人的紋錯 平時沒有古裝癡頭肚 平時問那個化妝,那些化妝是最清楚的 他說沒有啊,今天沒有紋錯 他說四場地不是啊 我看到有日本人,日本人在那裡操作 他說沒有啊,今天四場地都沒有人開工 全部都出了外景,波羅茲都出了外面 他當時坐在那裡呆了,呆了成十... 他說差不多有十分鐘呆了 後來問他,你是不是看到很清楚的 很清楚,整隊兵這樣出來了 沒有,以為是拍戲的 以為是拍戲,原來不是 後來再查一下原來 那些日本人進入香港的時候 就在那裡上岸 就在趙紙片場,其實是獻兵的總部 那個位置就是捉到那些所謂... 他捉到的人在那裡... 槍斃槍斃,逼牌的 而且那裡也是日本人住宅最多的兵在那裡 因為那裡近了那個... 那個原門口,一出就是聖水灣 那次之後... 很多人以後都不敢一個人下車走那裡 好啦... 好啦... 有些人經常覺得這件事 同樣的事,例如在屋子或者在一些環境發生的話 有些人看到,有些人看不到 現在就說時運高時運低 這件事不關事 為什麼呢? 這件事不關事 因為有些人... 現在講到時遺八字了 有些人的時遺八字就是... 陰...陰格比較重一點 陰氣比較重一點 還有就是接近... 有些人是很跟這些... 陰間...陰界接近... 那個距離比較近一點 就很容易會接觸到他的樣子 所以有些人其實有所謂陰陽眼 甚至有些人有天眼 天眼有些人在中間的眼睛 看著兩隻眼睛 中間的眼睛都能看到東西 很厲害的 有些人就張開兩隻眼睛 兩隻眼睛都能看到東西 是的,講起這件事 我又受過朋友所託 今天要請教你 幾乎忘記這件事 我有個朋友就告訴我 他說... 日本仔,你有時間就幫我問一問黎大師 在後面解答這個問題 他說你曾經在心機說過 他們真是我們的... 忠實性仰 真是好事 真是每個星期六都... 所以我就不要亂說 真的... 我是你亂說的 好事 還說死都亂亂 他要我們解釋 對,我們要解釋 我朋友問 你曾經在心機說過 一個人臨終之前 如果你想他死得很安長安樂 就不會那麼辛苦 或者是否有些東西要唸出來 他就叫我問一問 你唸那個咒語是什麼 唸那個咒語其實是... 是怎樣唸法 可不可以教他 或者是一種動作 他說他忘記了你說的是動作 或者是詞語 或者是字句 就是臨終 好像天主教 臨終就是那個... 望主次要等榮安 對,是那種 其實佛教是... 佛教真的很多次... 在臨終時都是念南無阿里陀佛 都是南無阿里陀佛 那會不會是有一個動作 發誓發靈智 那些知知教 去彼岸沒有什麼動作 你沒有說手勢是合掌 合掌合合掌對著念經 這樣唸 合掌念經都是南無阿里陀佛 解決冤孽 對 用心情 他今天就有聲 好了,到梁思偉表演了 用他前套劃 他叫舞 你再不給他 一到他開聲 開了一聲 整個... 整個中間他到了 我們又可以出去吃煙都可以 我沒事 我以為一間公司的高層聽到 以為那個... 你沒有班局 那個小小子又跑去吞波 是啊 以為梁思偉跑去吞波 好了,到你了 其實我有一套細心欣賞你來的精彩演影 謝謝 好,很清楚 真的很清楚 其實我要說的是一個... 就不是說日本仔的故事 是 但是... 不關你 不關你 就是一個朋友 他去到日本旅行 所以感覺到的... 我們阿Walter 都在日本話是不是 聽說是吧 聽說是沒有言語 不知道 其實我的朋友約往在三年前 那他就去到日本 他就不是去一些大城 他就去一些比較偏僻一些的... 小的城市 那為什麼他喜歡呢 就是說去浸溫泉 那他就不是選了一些出名的溫泉 他選了一個比較偏僻一些的小鎮 那裡面也有一些溫泉的別館 就是小小間的 收到便宜一點 還有... 也沒有那麼貴 他發生過的經歷 可能有機會 有些朋友都會... 可能感覺到 他是什麼呢 那他就去到這間酒店的時候 自然就覺得... 沒事啊 是一個舊式的一些... 一層高的平房式的酒店 是那些泡泡咪 就是在日本躺地下 就要捐進去一個... 那些垂袋 其實不是垂袋 是棉胎 但是棉胎... 就是棉胎的... 是棉胎的 就捐進去那些日本式的東西 像酒店那些 兩層一樣 兩間 他就跟兩個朋友去 但問題就是... 兩個都是男士 那當然是一人的一間房 那那些房間... 中間就有一個... 有一個屏風的 就是隔住的 那其實就是... 一間房你一推開 那個屏風 你可以打開的 不是的 以前沒有人在哪 像口水那樣 咔咔咔咔咔 一格都被吹了一些 對 類似那種 其實也是屬於一些很小的奸 因為我住過 我在港島住過 那他自己就睡覺了 那他旁邊的朋友也都睡了 大家都睡 一直說... 說到那麼一會 聊到那麼一會 也很累 就睡覺了 睡... 睡到兩、三點的時候,可能是三寶床 三寶床的時候,睡不著 他就在那裡淡天忘寂 淡天忘寂不久,如果他見到他旁邊的朋友 睡到幾聲,避寒的聲音 變得很整齊 然後他自己就這樣,我一邊睡 當他再次進入夢鄉,差不多到夢鄉的時候 紛紛迷來的時候,他覺得很奇怪 他發覺,除了他朋友那把 好像淡天的巨木聲之外 巨木聲之外 在他自己後面 有第三把的呼吸聲 因為他自己已經差不多進入分水 類似這樣的聲音 但他知道這種聲音,又不是在他朋友的 他打側了他的身份 他的朋友在他的前面 他很清楚聽 很清楚知道前面,隔一個房間 有個大水牛 這樣 但他感覺到後面 後面 就是一個很微弱的呼吸聲 他自己也想聽 到底是否自己那些 他還不知道 因為自己的是一個鼻孔出來的 是… 他就突然聽聽 不是 不對慢 不對慢 而他又很清楚自己的後面 是沒有東西的 是沒有東西的 是一棵牆 有一個入室的燙櫃 是擺衣擺 被擺的那些 襲牆櫃 就是頭扯著的那個是燙櫃 後面 面對前面就是一個屏風 還有他一個朋友 他就越想越害怕 因為那些呼吸聲 就覺得自己的後面 在庫困裡面出來 他就想 到底怎樣 轉著臉看看 好啊 你說不定 轉著臉看 對 轉著臉看 轉著臉看 走 走 接著他都在 其中 甚麼都在一起 大哥 有怪不怪 沒有狗 都在認識世界 一直在說 發覺 那些呼吸聲沒有了 突然沒有了 他就馬上 可以了 可能沒有了 就令臉壯壯壯 尤其是開了一個櫃子 沒事 又是沒事的 那又再睡了 又睡了 一會兒 沒了之後 又來了 沒有來過 這次他就不要開玩笑 他怎麼祈禱都不行 祈禱都繼續來 祈禱都感覺 那些呼吸聲這次 越來越買 還買了 嘩 他說這次 就有所謂說 甚麼都不理 第一時間 他不走 他不敢走 因為他一走 他還怕 最遇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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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索性 用鴕鳥證測 蓋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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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睡著覺 累得太累 睡著覺 第二天 就是問朋友 你知不知道 昨晚有這樣的事 傻啊 誰知道 幾位個人睡到腳聲 然後他倆覺得 咦 他自己覺得 不要了 不如還是走 本來想住多一晚 還是不要對路 還是走 然後 蓋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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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的時候 他們當然離開了這間酒店 之後 去到另一間再找 問人 他說 你在哪間酒店住 開花 你在那間 某某間 你知不知道 我是沙子 對 那裡早排 剛剛有一個人 在那裡自殺 在那裡服讀二日 很久了 在那裡住的房間 是不是有多好 原來就是那間房間 又是那間房間 又是那間房間 還哭到他們倆 我聽加拿大中文電台 逢星期六晚有的節目 午夜封靈 這個節目 第一個鐘頭已經衝衝過去 到了第二個鐘頭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會歡迎 一些聽眾朋友 由你們 打電話上來 由你們親口說出 你們自己 靈界方面的一些經歷 或者一些鬼故的體驗 OK 接下來我們王太的節目 歡迎你王太 是 你們好 我講這個故事 就是在幾十年前 你們都可能會知道 就是以前 九龍仔 吃劫美大火 那時候 只有幾歲 八、八、九歲 八歲而已 吃劫美大火 是啊 我相信他們 大家差不多一年多了 是啊 應該五十歲 我那時候 我在附近中學讀 我也有分去 我有分去救火 我有分去救火 那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我正在立場 因為我才在九龍仔讀書 我也在九龍仔讀書 我也在九龍仔住 那我爸爸在那裡工作 哇 快點回家 見到火 見到死 但是怕著燒過來 然後回家 回家 走 想著有什麼事就走了 帶我們 但是他 後來很晚 十二點多 一點才認識了 那就沒事 後來 後來 就讀九龍仔火 那我們就變成 要睡覺 那樣 那樣 燒了你們這間屋 沒有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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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整個尾燒完 沒多久 不用燒了 是啊 我們那時候是住石屋的 都燒了 你那時候是下午會起火的嗎 是啊 我記得是下午起火的 我是拖著那兩個弟弟 和那個妹妹 我爸爸和我媽媽拿東西走的 去大廣東那裡 是啊 走到對面那些 兩層的石屋那裡 那裡 後來我們就搬去石劫尾 建了四座大廈 第一次政府建了四座 在大廈區 那裡正式是南山村 不知道 不是 那裡是石劫尾 剛剛我們就有份在那裡住 那我就不知道 那裡就是石劫尾 就是火燒那裡 火燒完之後就建了那些年宗 建了四座年宗屋 就叫做ABC 我們住A座 就近住那山邊 那天 又不知道那裡那麼猛鬼 那樣呢 那 它就建了好像F座 F那樣的形 H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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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樣呢 中間就是水喉和廁所 是 剛剛中間兩四邊都是樓梯的 是 那經常製水的 我們後面那裡 就有個女人呢 就說 製水 我不會製水的 我很早呢 我就去裝的了 剛剛呢 五點鐘呢 我不知道是五點 六點 就有水的 我們那時候都是很小的 九歲左右 那他就一早就去裝水的了 一早去裝水呢 就沒有人 那天還未乾 那有一天呢 他就去走 他要走過那個樓梯 才去到中間水喉的那個樓梯 那些水呢 翻轉頭 他就明明好像有人在那裡那樣 沒有理由有人早過我的 那他就看著 看著又看不清楚 那他就等下淡水 看清楚 嚇到他呢 就死了 有一個人呢 就沒有上面 又沒有 就是 找那些以前那些草籍 以前那些草籍呢 很久以前呢 很久以前 以前的人 用來裝鹽那些草籍呢 就圍著那個 那個肚子 那在那裡 跳一下跳一下 但是就不見到他的腳 又不見到他的頭 那他 他就 通人來弄我 這樣說 那他就擔回淡水走 然後想想 都不是 看清楚一點 走回頭 這樣說 那又不是走回頭 因為他就擔很多 很多淡的嘛 才擔大 夠用 那他就不是 一會兒 看清楚 他是不是 人家弄弄我 怎知道 後來再看 一看 我真的沒有腳 沒有頭 然後整個桶水 丟到他的手 走回家 以後 以後都不敢 每天都不敢 那麼早 人家派他又派你 以後 是啊 那麼 早上去莊嫂 又告訴我們 好嗎 周圍 周圍都說 這樣的情形 然後很多人都說 我們 在那邊 山邊那邊的人 就說 他說 我們天晚 到六點鐘 我們就不開門了 因為整天都有人走 當你開不出來 就沒有人 這樣說 嗯 這次都很猛 是啊 很猛 還有 四個 樓梯 有人跳樓 還有 剛剛水喉腳 那裡 有一個男子 有一個男子 二十多歲 是年輕人 他做執骨 很害怕 他經常執骨 我不知為何 他會躲起來 他家屋 隔著水喉腳 因為他洗骨 不知道 不是 他不在那裡洗 一不准就洗 是污染的 大哥 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或者半夜洗都不知道 他就 拿了一二袋 掛在一個洗澡房門口 我們那時候 就不知道他執骨 經常戴上一些陪葬品 戴戒指 戴什麼戴 後來知道他是執骨 我初初不知道 什麼叫執骨 原來他執死死人的骨頭 所以 最後 從那時候開始 廁所也有鬼 我們初初就不知道 被他引迴回來 因為那時候 你要交代一下 香港很多第一期的公屋 洗手間是公用的 是啊 等一下我也要講一講 他為什麼會這樣起 就是有一個政治性在這裡 等一下說 好 繼續 我呢 那一陣子 那裡有三格 我們就去 我媽媽都已經覺得 我媽媽說過 不過我就沒有為 有三格 第一格就向著窗口 第一格就向著流走的喉 那裡沒有人去 因為他的水一沖的時候 就彈到周身都是 沒有人去 沒有人去 只有兩格融 就是中間那一格 以及近著窗口那一格 通常最多人去窗口那一格 因為空氣好 那我推開門 就已經有東西卡住了 但是有時候 就要掩埋它 因為那條窗就看不到進去 那我推開門進去 明明看到一個人 就躲在中間 那我就去了最前那個 近窗口那個 響到就看得到 很小的 整個廁所很小的 沒有人出去 當我走的時候 那個人去了哪 一邊走一邊想 我回家就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 剛才我去廁所 明明好像有個人 在中間那一格 沒錯 為什麼出來的時候 門都沒有開過 就不見到那個人 她說 其實我已經見過很多次了 這樣說 所以我們 那一刻 就不敢去廁所 當然不敢去 當然不敢去 怎麼說 好 多謝你的電話 我們現在也不敢去 聽說我們電台那裡 都好 不是 你不要說電台 剛才我們在課音室 都要發生了一件事 剛剛break那時候 別說了 那些 那些 金風一陣吹過了 吹過了 真的很恐怖 我們接著歡迎葉先生 葉先生這個電話 就由Calcally打下來的 葉先生歡迎你 Hello 多謝你的支持葉先生 是 你說吧 是 我想問一下 是有關於前世今生的問題 什麼 前世今生 是的 我想問一下 前世今生 是否屬於兩個個體 還是怎樣 前世今生 屬於兩個個體 都不同 都不同 你的身體的元神 進入的地方都不同 是否屬於兩個個體 你說 是吧 所以是兩個不同的個體 來的 是因為這樣的 我很小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 是的 這樣 有一晚 我是睡著覺 大約凌晨三個鐘 左右 我發生了一個夢 很奇怪的 這樣 我夢回我家的神台 突然間 有一把聲出來了 是的 他跟我說 每逢你生日 就跟我裝衣服住香 好 聽完這句話 真的很好 在哪裏傳出來的聲音 有什麼感覺 在我 那裏傳出來的 是的 繼續 那一刻 我就馬上醒了 嗯 那 接著我一醒了 就好像有一個人 有一隻手 捉住 他 在那裏 就 在那裏 那裏 我睡覺 就 臉向腸臟的 這樣 這樣 就好像180度 那裏 我臉 去看著 這樣 那我 害怕 死都會 去掙扎 這樣 死都不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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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是沒有令到那裏看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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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腳又動不了 想喊又喊不到 那裏 跟他鬥爭了 差不多兩個小時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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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小時 他就升降升降 那裏 那裏 他又當不下 嗯 那我聽到他當不下 之後 那裏 突然你看到他就消失了 哇 天降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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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即到達去找我那個姐姐 那我姐姐一下就看見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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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了兩位陣名,就跟他說,我弟弟發生了什麼事。 接著那個人就說,你弟弟失聚了他的兒子。 因為你弟弟完全沒有這麼早投胎出來了, 但是因為你弟弟早出來了, 同一個世界就說,可以有兩個我的存在。 所以就害到他在一單車禍那裡死了。 所以他就很生氣,他要回來找我報仇。 他臨手的時候,他們看到他的樣子是很生氣的飄走了。 他就說,他會再回來找我報仇。 不過他還不是在那裡。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這件事是在我十歲發生的時刻。 你現在是多少歲? 我現在十九歲。 七年了。 七、八年了。 七、九年了。 你現在怎樣?你自己覺得,怕不怕? 我現在是三十多歲那位朋友。 她就說,不是這時候,是你大約你三十多歲的時候就會回來。 就這樣吧。 那就是吧。 不如這樣,你跟他講一道吧。 如果你三十多歲回來,你跟他講一道, 不如他告訴他,給你一點。 再加六十,即九十多歲才回來。 我跟她說說話可不可以嗎?葉莉絲 來吧 其實我想你自己怕不怕這件事? 挺怕 你看到那個樣子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樣子 是不是跟她一樣? 我看不到她的樣子 因為我沒有看過她 她只是說是你的前身 你常把她的臉撕掉 我沒有看到她 因為我很害怕 她就說你爬了頭 打了尖出來 是 所以她沒有可能再投胎 是啊 即是要拔你回去才輪到她 是啊 這是你問另外一個 即是你姐姐請回來的朋友嗎? 是啊 她們都在這裡 她是看著我前仔拔著我的 現在是她們不夠膽再 不妨礙著 因為她們是我跟她的私人人緣 所以不妨礙著 那你害怕嗎? 現在還是很害怕 那你以為三十歲 如果真的回來找你 你怎麼過關 你有沒有想過? 後來我去找那些人緣 她就跟我說 我是三十幾歲 真的會有一個大疑 你有接受 那怎麼樣? 他教你怎麼化? 他沒有說 看我很不幸運 幸運過得到的 你可以過到八十幾 過不到的時候 那就再見 就是三十歲到三十一歲的時候 她沒有說 她是說在三十至三十九個範圍 那時候你最好就是 找一間佛廟 你信什麼教的? 我沒有忠告 沒有忠告 沒有忠告 那就行了 你找一間佛廟在高僧 幫你剃道 你做七個月和尚 在那一年 或者去做兩年和尚 給避劫 或者去帶佛進去廟裡 學念經修行 避了這件事 你可以去逃過這個劫 這件事我都聽過 香港有一個藝人 可能我們曾經的節目都聽過 是的 就是很出名的 也是做很多主持 很多司儀 那他 他是不是劫就不知道 但是他也都是 他都被人計算過 他都計算過 他都計算過 那他就將自己一段時間 就是七日 他沒有出過熱動場 他都做了七日 七日 但七日就太短了 七日的活 如果這麼大的劫 起碼都七個月了 那他跟著就 一路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就是做完和尚之後 他都說 他那個人 心態 那他改變了 那到現在 就是我 我不是認識他 只是聽他這樣說 感覺上好像他 那個人的樣子 都好像 遲長了 以前是空很多 因為我跟他都很熟 那他做了七日 和尚回來之後 他那個人 講的說話 心態 全部都變大 而且他到現在 都一直是 自己 你保持著 那個知名度 還可以 做才行 亦都做很多 所有人的事 所以你儘管 葉生可以去嘗試做這件事 這是最後一個化自己的冤孽 OK 好了 我們另外聽聽另一位靜重排的電話 就是陳太 陳太,歡迎你 你好 你好 我想說自己的親身經歷 歡迎 我說我幾乎小產 十幾年前 我很害怕 我真的打電話給我家庭醫生 他說 在加拿大 對 在加拿大的 阿倫哥 他說你最重要是 什麼都不要做 你就躺在床那裡 放鬆 不要動 最重要 一個星期好 一個月好 就是什麼都不能做 這樣 那我就 就是 依足吩咐 這樣 什麼都不做 那就 日後來的 我奶奶還是在廳裡 那我就打側睡的 這樣睡 但是我的眼睛是默大的 嗯 那我突然間感覺到 就是 有些人在我背部搞我 是 那我就 我就想回頭 那突然間 整身麻痺了 是不行的 但是眼睛是看到的 我明明看到東西的 嗯 我明明這個感覺 就是 我整天睡 我根本不可能 日後都可以睡得著 那我簡直 想反轉個身 他就是不讓我反轉 我用盡 就是 九牛二虎的力 就是想看看 你究竟是 人還是鬼 那樣來搞我 是不是 就是知道 心裡知道 嗯 都不是那些好的東西 肯定 是吧 那不至於 他就是 硬地拘捕了我的床 我在樓上那層 我感覺到 他直接拘捕了我的床 是在 把我 是在一個 就是好像 我好像被人 在一個私領裡 不停 好像那些風扇 那些吊線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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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到我死 那我一說 我不好不好 你拜託你停 你不要搞我 我說 我要保持住 我的寶寶 我說 我不可以 就是 有什麼意外的 我求你們 不要搞我 那 就是拘捕了我好久 我終於呢 就停了 嗯 停了之後呢 我 成身才能動 那才在床上砸醒 我立即衝出去 那裡 我問我奶奶 我問你有沒有 見到人嗎 是的 他沒有 他在看報紙 那你全部發生在 你的主人房裡面 在我主人房 我主人房很暗的 嗯 但是那種feeling 我從來沒有試過 是很害怕 就是 只拖到我呢 只怕我衝出去 那裡 嗯 但是因為我奶奶 在另外一個廳很大的 那變成她 她說我沒有 我沒有看到東西 嗯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 她為什麼要 捉我去床 這樣來勝法 嗯 其實你這個人 沒有落到床 沒有 我打醒的時候 是在床那裡的 嗯 她的神感覺 就好像在床 那裡 是的 或者那個廳那裡 有一些關帝 那些 正常如果 有了小朋友的人 根本就 沒有可能這些 會遇到她 有小朋友 那結果 是的 應該就捉不到 但是你結果 後來你的小朋友 有沒有出席 啊 有 但是那時候剛剛 一個多兩個月 那幾乎流產了 那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最弱的時候 她來搞我 是不是 不是 這個時候 就是因為你還沒有 因為兩個月 還沒有完全成人 第三個月才成人 就是成營 其實有人來搶 哦 這樣 就是 或者她不高興 所以 幸好你家裡 就有神在那裡 鎮住了 所以他們沒有掛出那道理 哦 這樣 我在醫院 在醫院 就生的時候 生完 生完 那個寶寶第二天 是 那個人又很弱 一定 是的 我就是 每天這樣打側睡 是不是 那也是早上來的 那我看到 那我看到 旁邊的護士 有時候來幫你打針 幫你做東西 那有些 那我 那我 那當然是護士了 那有幾個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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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那些 就是好像來奔納 那些杯子 開了另一個櫃桶 那我 那我 那我為什麼搞那麼久 那護士沒有理由 站在那裡搞那麼久 那我懷疑會頭看 是的 那我就想轉身來看 咦 又是一種 那我同樣一種感覺就是 就是 是的 我眼睛是 我明明看到東西 我為什麼我身動不了 因為我想看看那些人是什麼樣子 我為什麼整幫人在我背部 在那裡搞什麼呢 那我懷疑呢 我抓住那些 那些 那些 它有個鐘 你可以叫 按 是的 我還抓不到那個鐘 那我按 那些人來幫我 那樣 它拔了我 我感覺到它 我直接把那個鐘 那個鈴鐺 拔了它 是的 那我 那我 害怕了 我知道是那些事情了 因為醫院都聽聞過 是不是 那我一味 哎 你在那裡唸南無阿彌陀佛 我又不認識了 是不是 啊 誰不知他整幫人在那裡笑我 哈哈 就是啊 你唸南無阿彌陀佛 都沒有用的了 那我更害怕 那我 我唯有 哎 唯有被你們搞了 搞到你們不搞為止 那麼 那麼突然之間呢 我感覺到呢 身體動得了 嗯 那麼我轉轉 一片直靜 什麼 什麼都沒有 那麼我 我立刻衝出去 我當時我很弱的 我走出個走廊 我嚇到我呢 原來每個房間都沒有人在 你通常醫院沒有理由這樣 是吧 嗯 整個開 原來呢 我身邊走很遠 我死我也要走 我真的很害怕 那麼終於呢 見到 有一個護士 是 我問究竟那些人都去了哪裡 他說 你為什麼樣子變成這樣 我很害怕 他說 那些人每個都去了 就是 產後要去運動 哦 就沒有人 就全部一個個都走了 那些護士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我走了一條很長的康圍 才找到一個人 那段時間 直接害怕到呢 害怕到震了 是吧 不要留日乾日白 在醫院 嗯 那是 那是非常之大 那之後你再沒有這些經歷嗎 之後呢 之後就沒有了 就是生了這個小小哥之後呢 就出了一間醫院之後 是 出了一間醫院之後 通常你生了他就叫你走的了 那個小小哥也都健康成長 是 那你有沒有幫你的 你這個是兒子來的 女兒 女兒就比較弱一點 因為陰氣比較重 對 算不算鬼暗眼呢 都知道 這個不是鬼暗眼 這個是鬼爭胎 鬼爭胎 想去看一下都不讓你看 後來你女兒現在都很大 15 15歲 你有沒有幫他找個乾爺乾媽 是不是好一點的 是 乾了他 或者找個 就是 他後來出生之後 你有沒有跟他洗禮 或者信教 沒有了 那後來我都有乾的人說他 就是說 八字很大 你只好跟他乾一乾神好 又乾啊乾爺 那後來又乾了 後來又乾了 乾了就很多 就是他好像沒有那麼反叛 就是信很多 就是明理 因為他是很強才可以增到個位子 你知道嗎 他一定要找多個乾爺乾媽給他 就是乾神好還是乾人 兩樣都要做 兩樣都要 對 神是你自己找 人呀乾呀來大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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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的字幕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接著歡迎另一位正常朋友 Hello 歐女士你好 是 還有你的資料 是 我呢 這個是我的朋友說出來 是 是 是 他是住在上海街的 是 他在舊樓上 那時候他是在讀中學的 上海街在哪裏 他在那裏 他在說他住在上海街 就是只有兩層那些 那些是舊樓 是 下面好像是賣那些 別人結婚的東西 多數都是 多數是油麻地那邊 是的 他的後面是通天的 只有兩層 這層在哪裏 他住在尾房的 他前面是住在一格格的 通常都是 是的 他的弟弟就躺在床上 他一整天 他一整天就看他的窗 那裏 就看到一陣陣 好像霧和煙一樣 在下上升上來 他睡了一會兒 他不理會 他在床上 他就看到 一個那些鏡 他們很流行的 一個梳妝桌 那些鏡 他看了一下 突然看到 一個女人在裏面 那個女人 嚇到他死 他剛剛睡了 頭看得正 這個女人在那裏 很長頭髮 不斷梳頭 梳頭 死了 但他看出來 外面是沒有人的 他外面的座位 有一座椅 沒有人的 但是在鏡頭裏面 就看到那個人 在鏡頭裏面 看著鏡頭 又怕會死 因為他那時候 都不是很大 他在看著的時候 看著看著 梳緊 沒有緊要 突然間 整個頭都拿了出來 一放在外面的桌子上 嚇到他 當場 真是目性口呆 又喊又喊 不錯 總之看著 終於 沒多久 一段時間 就消失了 之後他告訴他媽媽 他害怕 喊救命 所以足足病了 整個月 即是見鬼 但他坐一家那裏 那個樓太舊 他住在這個前頭 那個人住在騎樓房 那個人是財總 那他的夜晚 你知道他們要開通宵 在那裏做衣服 他在那裏做 他另外有一個廳 這樣做 做做 他做做一下的時候 他就看著 那陣牆那邊 有一個文初莊的女人 坐在那裏 就不斷疏頭 十二小時之後 有力了 有力了 十二小時之後 他就疏頭 為什麽呢 但他那個伯 已經慣性了 他說 等到最近 一到十二小時 那個人就出來 梳頭 梳頭 他又不理他 不過他又沒有搞他 他就去裁衣服 他就在那裏做衣服 那個女人就在那裏梳頭 他又不理他 最終他就回到房間睡 有時他就不用 即是不用趕課 他就有時去廁所 去廁所 經過他做工那個位 一樣見到那個女人 坐在那裏梳頭 他每天都在那裏梳頭 陰雲不散 然後現在他那層樓 拆掉了 現在沒事了 後來他就告訴我 他一定有地方走 看你走到那裏 那裏 那裏是特別麻煩 那裏 那裏的舊樓是很長很深 所以陰暗些 很長的 差不多五六間火車 去到後面的廁所 是 但他又不理他 他當看不到他 即是你有你收頭 他就去做事 這樣 變成他那個裁縫 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 他說他不怕的 他說大家是朋友 即是我們在片場拍攝 看到都覺得看不到算了 是 好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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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我們聽另一位正正派 看看他有什麼遭遇 老太 老太 是 是我兒子的同學 他的房子在Richmond 這個發生在加拿大 是的 在加拿大 他剛才剛才告訴我 是 是 是 他說他 在Richmond 他家人都感覺到 都感覺到 有那些東西 他說他特別去那間房子 即是我兒子的同學 他大概是十四歲 在學校 他說他去那間房子 就是特別冷的 嗯 就是有熱都覺得冷的 是 有熱都覺得冷的 對 他覺得特別冷的 是 他說他自己不敢在房子睡的 他經常都要在個leasing room 在一個廳裡睡 寧願在那裡睡 家庭想睡都不回房子 他說他們整家人都吃東西 即是大家坐在一張餐桌吃東西 那 他的媽媽 他 他感覺到桌子 上面那些碟子 是 會震一下震一下 會動的 哦 有攝石 是 他有一隻狗 他有一隻狗 他那隻狗 他那間房子裡 有很多些畫 西人很喜歡畫的畫 是 還有一些盆栽 好像花 種的花 一盆盆 他那隻狗經過 牠就會 那些花會震一下震一下動的 人經過就沒有 嗯 他那隻狗經常都吠 是 那樣子呢 是 經常都吠 對著海又吠 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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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有 我自己也有一個食狗 是 那我的狗 不要 不要怕你那些狗是廢 那些狗是廢 廢都有點大 很多時候 每個星期來 沒辦法 很多時候前面來我睡 哇 哇 這樣 那間房子是自己的家 不是,他租的,是一層過的 那他還不搬屋? 他租的,他快要搬去Toronto 即是中日,也有期待 還有他媽媽不經常吵架 是的,有些東西在超過離解 是不是真的會? 是的,會的 有些人明明在另一家住,如果沒有東西的話 兩夫妻很恩愛 但搬到那些屋子有東西的話 就會吵架,無緣無故吵架,離婚也有 是的,真的,他真的離婚了 是的 那快點吧 其實你不用多人多,就要搬走了 一走不對路就好搬 他經常看到那個是甚麼樣子,不知道 你說甚麼? 那個小孩經常見到那個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樣子出來? 他見不到 如果他一個人在家 他見到東西動 他就會覺得那個感覺是很特別的 就是看一些東西很奇怪 有些東西就像幻覺一樣嗎? 是的 即是有個影子 是的 有機會介紹給我小姐跟他聊聊天 不如介紹一下屋子給你看看我那些東西吧 是的,真的 好,我想快去日本人看,看回來告訴你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剛才那個小孩是Vitcher文嗎? 剛才那個小孩是Vitcher文嗎? 是的,是西人的 有機會帶我去看 是鬼仔來的嗎? 是的,他現在在我家 他因為VN,他不敢回家睡 即不是中國人,還是鬼 通常他們這種種族的人 人家見鬼的機會比較少 是的 他說他經常去自己的家庭很冷 是的 他媽媽說現在已經離婚了 是的,離婚了 真的 他以前很恩愛 他肯定是女鬼搞鬼了 現在離婚都經常吵架 離婚都吵架嗎? 離婚到同買家屋當然會吵架 那女鬼也不覺得 女鬼也趕了女主人離開 他現在這個月尾,不知道是夏末 就搬回到Toronto 那我想會好些 會好些,都離婚了 那第二個故事呢? 第二個故事就是我朋友 他在這裡做護士 是 他說在兒童 即是說不說得? 是,在兒童醫院 他是當事 是 他說有一間房 三樓 我忘記了去哪一個 Section 即是哪一個 什麼 那 有一間房子是特別慢的 他 有時 當時 即是在屋街的如同醫院 在屋街 是的 他說有時當時 有個break time 走進去睡 拿一些close 有一天 有一天 他走進去睡 他突然間感覺到 好像有一層白煙 嗯 飛過去去那裡 隱藏著他 是的 好像喊入喊而出 即被鬼閘 是 那時候他住在 Bernaby 某一道 Town House 在Edmond街附近 嗯 那 他自己 住了一年 他就賣了 好 好 他也是睡覺 晚上 即是下班 回家睡覺 呃 凌晨 即是他現在上班了 他自己一個人 在紙人方睡覺 他說 躺在那裡 他絕情 那張皮蓋著自己 他說 有 那些東西 直接踩過去那裡 嗯 踩上去那裡 嗯 他自己感覺到 他說 喊也喊不出 即是動就動不出 那 隔了一會兒 即是可能他走了 那他就馬上打電話 剛剛他媽媽在香港 那他打電話回香港 那他媽 他媽呢 那時候他弟弟在香港 立刻一個 好像蠻公 蠢 我不知道蠻公什麼 他講過給我 那個蠻公公 那他不是蠻公公 那他就馬上打電話 打場地跟他媽媽回香港 那找那個 蠻公公公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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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算了 他說 是我朋友的奶奶 以前錄了那些寶寶 即是他的先生兄弟姐妹 想找他 即是塞些東西給他 但說不出聲 那之後 燒了給他真的沒有東西 嗯 沒有人找他 因為你說這件事 但我就說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最近我也發 最近我也發 最近我也有很多朋友 找我去解決這些問題 都是有關這些問題 是不是真的 寶寶 寶寶 因為有時候 寶寶投胎 你不讓他出生 你寶寶出來之後 他不可以馬上去輪迴 他變成了一個冤魂在那裡飄啊飄啊飄啊 我們 在我們佛家裡都說 叫紅臉仔 那為什麼他要找他的身袋 即是 因為可能他 你想想他 他經常都會遇鬼 和被鬼襲 即是他那個時辰八字 和他的磁場 和陰靈是比較接近 所以別人沒有找他 有些人仰氣太厲害 在你做那些護士是特別的 陰氣重招 護士不一定是陰氣重招 但是做護士裏面 也都要做一些人的八字 和陰界的接觸 那個距離會近些 他會和他溝通 就好像譬如有些人 有些人 因為他拍拖就糗地地 一說結婚就見不成了 後來去查 就查到原來他的兄弟 或者他的姊妹 他媽媽就落了他 但是就沒有做任何事 通常有些人落的兒子 就在醫院扔掉他 就算了 那就沒有做任何事 原來他就會來 找回那些兄弟 就是給那些兄弟的八字 和陽氣比較弱些 就黏住他 搞到那些兄弟 工就做不成 分就接不成 一樣有這些 但他坐胎的時候 是很小 原來是一兩個月 但是還是要投胎才成癮 是不是 他投胎才成癮 他投胎成癮 你都可以趕出來 他排隊剛剛輪到你 你要出生了 但是不讓你出生 你的怨氣不會很大 原因就是這樣 OK 多謝你的電話 謝謝 其實有時候發覺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這類的個案 大家都是要小心 小心 不過今天聽說 發覺很多都是感覺上 好像被鬼窄那種感覺 很多很多 很多人都會有一種說法 但是發覺聽聽聽聽 A君 B君 C君 D君 講講完之後 很多事情都很相似 我剛才講過鬼仔這件事 我就講了一件事 我朋友他住一間屋 他住一間屋發財 這麼小? 賺了很多錢 但是最近住了十幾年 突然間 不知為何那些錢 都沒有了 突然間 突然去了 他去問 找那些高人去問 問了 他說他門口 有一個很年輕的鬼 跪了在那裡哭 在他大盆口外面 哭 他去查 原來發覺 他先生可能在外面 搞搞鎮 收了一件 弄了之後 剁了之後就不理 但是通常 如果那個是 你自己家族裏面的人 墮了胎 或者什麼 那些家臣會進去 因為他是自己血腫的人 但是這件 還未承認 他進不去 但是他找到這裡 但是他也進不到門神 進不到來 他就鬼出來哭 哭到財神都不肯 送錢進來 那你就直接哭了聲 所以這件事 其實說出來 道人不信 但是我在經歷裡 親眼看到 那間屋 我也去看過風水 我看過它的時候 當年是發得很厲害 賺很多錢 但是最近 和我投訴 就是隨便沒有錢 所以原來這間屋 會退氣 但也沒理由退得這麼離譜 叫它搬 請問道港姓 搞一搞它 這間屋可惜不是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我在道港姓 看看有沒有一些紫色 綠色的東西 我發覺下半部 剛剛在道港姓 才開始出聲 我還沒見過這間屋 他聽到幾入神 聽到真的很難 他準備 現在就講最後一份 好 交給你 道先生 道先生 不怪你 不怪鬼本我們才知道 決定哪位聖眾朋友 剛才去參加雅石會 他去吃東西 原來我電台有個朋友 他將親身經理說給我聽 他本身是個基督徒 但是他說他是不相信的 但是家族也是做這個 棺材的生意 有幫人執骨的 他們完全不相信 因為覺得這是一個工作 他說有一次的叔叔 執骨了之後 就回家 結果病到他七彩 病得蒙蒙蒙蒙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三個月那麼久 到最後那時候 醫生都醫了他不行 一目一覺得不知道是什麼病 都不知道是什麼病 直接是大病 於是就 求神拜 什麼都來了 都不行 一晚 各種方法都搞不了 一晚他就發夢 原來他發夢 聽見一個人告訴他 他說 你屈得我好辛苦 你屈得我好辛苦 那人就奇怪 想起來醒了之後 原來他未病之前 就執了一副骨 然後他執了這副骨 之後回來 第二天就開始不舒服了 他重新掛山出來 拿出這副骨 出來看 原來就發覺 他把骨子擺有問題 擺錯了 對 他原來是這樣的 如果類性的話 就跪了一個叫盆塔 即是跪塔 叫跪塔 然後男性應該 那些骨子應該怎樣 那個盆骨應該應該放在底 然後腳骨 腳板骨 腰骨 手骨 頭骨都會組上去 女性如果 組這個金塔 首先由腳骨開始 即是跪在下面 原來這個是男性 他把女性放在底 他將它重新做好之後 他就很快 嘩 精彩 好了 今晚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夠了 對 日本多 李傑要兩位得獎 得獎的朋友 就是第一位打電話聽眾 溫先生 交由他太太說的 即是溫太得獎 對 溫太得獎 另外一位就是盧太 就講Vicherman 他兒子的同學 鬼仔 看到鬼仔 看到鬼仔 獎品是什麼 獎品就是 首先由二平安大師送出來的 關於靈界故事的靚書一本 另外 加起來 就是由Vicherman 新狗記 觸面專家 所送出來的二十元 我們會有專人打碼 給他們過來領獎 是的 另外歡迎我們的同事 回來 霍營家 不過 他還威脅 帶了兩個朋友陪他回來 是嗎 但是 他又在日本遇到的東西 不是 說我什麼都搞 沒有手信 沒有手信 不用聊天 我們留下朋友陪他 今天節目時間到了 拜拜 拜拜 拜拜